在电视剧《王冠》里,菲利普亲王有一句台词,他对女王伊丽莎白说 我们的儿子和女儿是不是掉了个个儿? 儿子像女儿,女儿像儿子 菲利普说的儿子自然就是查尔斯王子 女儿则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安妮公主 作为女王和菲利普四个孩子中唯一的女儿 英国民间也有一种说法 安妮公主才是菲利普亲王梦寐以求的儿子 这位英姿赛爽的大英长公主 穿得了军装,开得了坦克,跑得了赛马斗的过歹徒 与他略显硬肉的大哥查尔斯王子相比 直来直往的他确实更像他爸 就连毒蛇百臭脸方面也完全遗传了菲利普 所以也一直被传是菲利普最宠爱的孩子 安妮公主1950年出生于伦敦的克劳伦斯公 比查尔斯王子小18个月,是女王夫妇的第二个孩子 当时伊丽莎白还是大公主 但她的父亲国王乔治六十身体已经没空欲下 许多公务都已经交给了未来的接班人 所以查尔斯和安妮小时候能在父母膝下成欢的日子不多 在安妮两岁的时候 伊丽莎白正式登记公务就更繁忙了 有时候外出访问,比如去英联邦转一圈 已去就是大半年 留下安妮和查尔斯在王宫相依为命 请大家把留守儿童打在公屏上 安妮小时候和查尔斯一起在王宫上私教课 直到初中才第一次出去上学 英国王室的成员呢 好像对读书这件事一直都不是特别擅长 伊丽莎白女王和她的妹妹玛格丽特 都是接受的家庭教育 从来没有上过一天学校 查尔斯上过剑桥已经是他们家的学霸了 安妮自己呢,读初中的时候沉寂平平 好不容易熬到高中毕业 终于可以做全职公主了 于是她决定从此和考试说拜拜 那么全职公主的生活是什么呢 自然就是代表英国王室出席各种活动 她早期接受的公务规格就很高 1969年,她和哥哥查尔斯一起出访美国 会见当时的尼克松总统 安妮当时19岁 显然还完全没有适应这样的国事访问 全程厌世脸,不回答任何问题,不接受任何采访 让美国媒体热脸贴冷屁股 从此安妮公主有了她的第一个外号 臭脸公主 在之后的几十年间 安妮虽然姿态有所缓和 但高冷基调基本贯彻了一身 当然安妮对媒体的抵抗和距离感 除了她天生性格使然之外 跟英国媒体对王室生活无孔不入的刺探也有很大关系 比如公主最大的爱好是马术 经常参加各种比赛 所以只要有她的赛事 媒体一定蜂拥而至一路更拍 如果恰巧碰到安妮从马背上摔倒 那第二天必定上头条 久而久之 似乎公主不摔她一次 媒体都有点失望而归 安妮对此相当恼火 有一次直接对拍她的摄影师说 NIF OFF 差不多就等同于美国人常说的 XX OFF 这句话也成了公主在媒体界留下的一个梗 当然比马术比赛更吸引媒体的 还有公主的各路男朋友们 从安妮18岁起交往过的男生 就没能逃过媒体的眼睛 从查尔斯的好友后来成为哈里王子教父的杰拉德 到长发飘飘有嬉皮式风格的马球手桑迪 再到英国奥运马术冠军 比他年长12岁的贵族理查德 每个人的背景资料都被媒体扒了个底朝天 而安妮交往过名气最大的男朋友 叫安德鲁·鲍尔斯 安德鲁家跟王室颇有渊源 自己常年混迹于明远圈 非常有女人缘 女友也不止安妮一个 但是安妮似乎非常喜欢她 还是执意和她在一起 如果作为驸马候选人的话 安德鲁本人还有个很大的问题 她是天主教徒而不是新教徒 英国王室由于历史原因 是不接受和天主教徒的通婚的 当时安德鲁觉得 和公主谈婚论嫁阻力太大不想继续了 正好当时和查尔斯热络的卡米拉 也觉得和王储结婚的话 未来要当王后压力太大 也在打退堂鼓 于是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不就结婚 安德鲁和卡米拉两个人火速定了婚约 这下安妮和查尔斯都傻眼了 但是堂堂公主还能没几个备胎吗 巴尔斯撤走了 下一任男友也很快上岗 这位叫马克菲利普斯 和公主是老相识了 他们认识也是源于共同的爱好马树 他和公主在1968年的 墨西哥城奥运会的赛马场上出此见面 马克是马树竞技的高手了 1972年曾为英国拿下 慕尼黑奥运会男子马树团体赛的冠军 当然马树并不是他的本职工作 马克的正式工作是皇家敬畏龙骑兵军衔之上尉 跟他的前任务相比 马克最大的优点就是老实听话 他是平民出身 家族和贵族圈没有任何关系 父亲从事食品行业是做香肠的 能和公主谈恋爱 他也是把姿态放得很低 1973年5月 就在鲁尔斯和卡米拉宣布订婚后没多久 安妮公主和马克也宣布订婚了 同年11月两人大婚 她是女王的四个孩子中第一个结婚的 婚礼办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 当天吸引了无数围观群众 并电视实况转播轰动一时 就在小两口结婚后的几个月 一桩意想不到的绑架案发生了 1974年3月20日 公主的座驾在伦敦林营道 被一辆福特车当界逼挺 对方车上下来一个歹徒 说要劫持公主 手里还拿着枪 公主的四人警察第一时间下车 想把她给绊了 结果她的枪卡壳了 自己反被歹徒开了一枪 随后公主的司机下车也挨了一枪 接着来了一名记者想帮忙 还是挨了一枪 之后 歹徒拿着枪对着车门 让公主下车 说她要拿公主换个200万英镑的 捐给慈善机构 但是安妮很冷静地说 别想让我下车 说时迟那时快 此时一个路人经过 上去就从背后给了歹徒一拳 歹徒一下子被打懵 并被随后倒来支援的警察致服 安妮公主在这场劫持中 毫发未损 其他几位受伤者也并无生命危险 不过这场劫持案 还是震惊了整个英国 伊丽莎把女王后来为在事件中搏斗过的那几位 都发了女王奖章 其中那位见义勇为 给了歹徒关键一拳的兄弟 她其实是个拳击手 女王还帮她把房贷给一次性还清了 听到这个消息 她估计也是一身长叹 哎 应该买套大点的房子呀 安妮和马克婚后 一直过着比较低调的生活 马克专注于她的马术事业 安妮日复一日地出席王室公务 两人生了一儿一女 一开始日子倒也过得太平 但是这段婚姻毕竟女强男弱差距太大 而且整个王室似乎都不是特别淡见马克 大家都觉得她是个憨憨 除了马术其他傻也不会 查尔斯还给她起了个外号叫Foggy 说她又敏感又傻 英语里还有又潮湿又浓密的意思 这双层双关于梗也是挺损的 所以嫁进英国王室真的要有强大的内心啊 这样呢 马克就很自然地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在国外 夫妻两经常相隔两地聚少利多 很快安妮就出轨了 出轨的对象是一名伦敦警方的侦探克劳斯 已婚还有小孩 这个克劳斯也不是什么善查 在安妮和她的关系结束后几年 她还把两人的故事卖给了小报 马克那边也没闲着 在新西兰有了个情妇 后来他们还被证实有一个私生女 出生的时间是1985年 只比她和安妮的小女儿小了四岁 夫妻两个也是胆大心系 就这样了还敢一起上电视节目 主持人张口就来 你们俩是不是要离婚 不过王室婚姻圈的人表示 懂得都懂 所以当时并没有人真的觉得公主会离婚 直到1989年又出了一桩离奇的怪事 让安妮公主的私人生活再度成为了关注的焦点 要知道那时候王室的热搜 基本已经被她的嫂子戴安娜霸占了近十年 事情是这样的 安妮的私人信件从白金汉宫被偷了 而这些私人信件正是一名叫Timothy的女王侍卫 写给安妮的情书 这些露骨的情书被卖给了英国太阳报 太阳报虽然守住了媒体人底线 没有把信件的内容公之于众 但是这个婚外情还算是坐实了 所有人都知道公主出轨王室四位 Tim也从寂寂无名成为了媒体进香采访的香伯伯 这次事件后 安妮反而放弃了遮掩 公开和Tim出双入队 同年她宣布和马克分居 1992年两人正式离婚后的八个月 安妮再次走入礼堂和Tim洗劫脸里 那年公主42岁 驸马37岁 婚后Tim接过了皇家坠绪的接力棒 跟在公主身后过着一步一驱的日子 但是他们两个没有要小孩 公主也常年独自出席公务 所以在王室里 Tim的存在感 也一直比较低 这种情况在近几年又更为明显 为什么呢 大家还记得公主前男友之一的安德鲁吗 就是卡米拉的前夫 卡米拉后来嫁给查尔斯 这个大家都知道了 安德鲁娜在离婚后又再婚 但是第二任老婆2010年过世了 安德鲁就成了官夫 然后大家就发现 你怎么和公主出双入队的人 经常不是驸马 而是安德鲁娜 其实后来一直有传闻说 公主又想离婚 但是被女王给制止了 不过这对老情人过从生命的关系 女王也是没有办法 王室对于安德鲁的称呼 经常是公主的close friend 这个说法就挺微妙了 所以查尔斯 卡米拉 安妮和安德鲁 这轰轰烈烈的四角恋爱 谈得那叫一个兜兜转转 千回百转 情生缘浅 再续千缘 其实抛开感情生活 安妮算是十分靠谱的皇室成员了 其实多年的公主生涯 兢兢业业 在她热爱的马场 她赢得过欧洲锦标赛的冠军 也是第一个参加奥运会的英国皇室成员 现在她还担任英国奥委会主席 2012年奥运会落户伦敦 她也功不可没 在公务上 她更是堪称劳模 平均一年要出席好几百场活动 其中不乏重要的国事访问 比如在1990年 安妮就作为苏联成立后 第一位到访的英国皇室成员 面见戈尔巴乔夫 2020年 她度过了70大收 但也丝毫没有要退休的意思 如果不看她的一脸皱纹 光看着挺拔的站姿和苗条的身材 哪里能看出一点古希老人的样子 就这点她也和她的父亲菲利普亲王很像 毕竟菲利普亲王一直工作到90多岁才退休 安妮的两个孩子 是女王孙辈中维尔两个出生的时候 就没有任何皇家称号的王室成员 因为安妮希望他们能有更自由的生活 不要被皇家的身份束缚 这意味着他们可以不用为王室出席公务 但也意味着他们得自己挣钱养家 比如她的大儿子就曾经到中国来派牛奶广告赚钱 看了让人不知该说是高大上还是接地气 好了今天的王室故事就讲到这里 希望可以给我一个三连支持一下哦